1月9日,中国传统美食博主李子柒所在的公司,杭州微面科技有限公司,微面科技方面告诉澎湃新闻,李子柒年收入大概是1.68亿人民币的相关报道。 是虚假报道,发布者早已道歉并筛除文章,李子柒年收入1.68亿,这一数据,最初来自马互联网资讯博主发布道,李子柒一年能赚多少钱,数据量化给你看一文。 文章简单地计算了李子柒的油管YouTube,分成和天猫店销售额,再把49%作为它的抽成比例,最终得出结论,李子柒年收入大概是1.68亿人民币。 来源,先让微博铁图不过,据微面科技相关人士介绍,早在2019年12月17日晚,发布上述文章的博主,已经针对对李子柒收入数据的不实报道,在微博发布道签声明,并表示,计算方式不严谨,没有扣除所有税款,公司运营成本,视频制作成本和推广成本。 彭泰新闻记者注意到,李子柒的收入,主要来自天猫旗舰店,和海外视频平台YouTube的广告收入。 对于1.68亿元一说中,对于李子柒天猫旗舰店收入的计算,微面科技相关人士表示,第一点,文中预估的产品销量跟店铺显示的实际数量并不相符,同时,吞添了多频道。 装与单瓶装的价格,品牌活动折扣价与原价。 第二点,食品行业的利润普遍较低,第三支棕树之一,盈利为4%。 第三点,微面科技相关人员表示,电商平台上品牌推出活动相对较多,销售额并不等于实际收入。 以双十一为例,李子柒粉丝晒出几元前买价,十几元买烟窝等截图,更说明活动期间品牌活动与会力度巨大。 全横双十一地价,带来巨大的订单量,以及整个大平台的巨大发货量。 李子柒品牌已顺风发货,来进一步保证用户体验等等,运营成本非常高,盈利绝不是简单粗暴。 已营业额计算收入,微面科技相关人员表示,李子柒在海外视频平台YouTube上也会获得一笔收入。 澎湾新闻记者注意到,李子柒在YouTube上的视频播放量少则几百万,多则达到4000万。 2019年12月27日,全球海外网红营销服务平台MyFluencer数据显示,李子柒单元,在YouTube上的广告收入为194.55万元,至390.7万元。 以此计算,李子柒及其团队在YouTube上的年收入为2334万元,至4688万元。 不过,微面科技相关人员表示,李子柒的海外收入并没有那么高,因为海外收入要给平台,而且我们之前维权各种,也有成本。 此外,曾有粉丝指出,李子柒品牌有一条品牌文创线,设计融合40节气,以及飞鱼元素,来推出不同周边产品。 对此,微面科技方面表示,这些周边产品,主要是回馈品牌粉丝,制送不卖,而以上这些成本,1.68亿亿文,均未计算在内。 近日,李子柒还获得了中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推广大使等奖项,关于李子柒收入的话题,持续引发关注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打赏 forms圆 Navy 29AME2C Viceoro Byrd,工作上 sleep 3geb Rudy之后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